瑞穗香农会首开先例 推办了全国第一件 有机蜜香红茶比赛 结果出炉 品评分级金银铜牌奖 一共有19面 而为了鼓励也肯定 得奖茶农们的用心和努力 农会三巨头也亲自到府贴红榜庆贺 并且品尝了有机天然的金牌蜜香红茶 总干事黄胜黄也大力的推广行销 希望能够提升在地有机产业的产值收入 纳着透明交代 瑞穗香农会理事长罗文腾 推广部人员和立位金牌奖得主 贴红榜请贺 瑞穗香农会11月7号 别开申面办理第一届 有机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吸引酒家共51个茶样点参赛 而专业评审团也从51个参赛茶中 逐一分级品评出 九面铜牌 七面银牌 以及三面金牌奖额 而为了鼓励并肯定 得奖茶农们的用心与努力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陪同理事长罗文腾 常务监事杨清茂 逐一道府贴红榜清贺 同时也品尝健康有机的金牌蜜香红茶 第一届有机蜜香红茶三面金牌奖项 除了有年轻一辈接手家业的清风茶员谢明远 拿下一面金牌 为蜜香红茶赛场 盛军的东森茶行年阿端 一人就包办两面金牌 堪称是这一届有机蜜香红茶的金牌王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 肯定五鹤茶农们用心栽培 经营蜜香红茶产业与品牌 也借着推办这一次的有机蜜香红茶 评件比赛 严格品评分级 大力推广行销 让在地蜜香红茶特色茶产业多元发展 提升产值 提供消费者更健康更安全 分为尤其独特的茶品农产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